新的影片跟大家见面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请我们的Horace主角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新品 欢迎Horace 大家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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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新年快乐 Suppose be happy right 新年快乐 今天呢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来开这个季节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去年的Progress 跟Achievement 然后也谈一下今年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最后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台新的一款天 我们会出来的 我第一次来 我还记得来我们第一次 我进来台湾的时候 那我第一次来是1996、1997年左右 那我第一次来台湾 对我影响非常之盛的是我 台湾人很爱很爱很爱激烈 这些就是他的命 我们的命 从A点到B点 独立是 比如说 去上班也好啊 上课也好啊 然后 去买东西也好啊 每一面生活都是靠一台 两轮车 从大一轮车 从A点到B点 但是呢 我看到这些车子的时候呢 我也想 第一没有 我会感觉到是 那种 非常之不软 我站在旁边 我闻到这个味道 感觉到这个乐力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没有能继续 从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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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们就说 交通工具 就是变成一个工具 不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你会招包的东西 你会觉得 哦 B点到B点 不要坏掉在中间 我都很开心 没有一个招包感 不像台积的 一个中心这样子 不一样 你不会挨它 无论这就是一个 普通的责任 或者 然后呢 有一点点呢 我觉得 有点可惜 就是有特殊 好 我们现在一个很受惠者 你觉得 你们的 你最靠的 那个 innovation是什么 他说 最近的车有 USD 所以我给你从来 这个就是 innovation吗 我觉得我们的 innovation可以更好 更有 更有 为什么 因为台湾呢 是发明很多很多 advanced technology的一个国家 我们要有机会 把这个technology 通进去一个化的里面呢 把这个industry改变 我觉得是我们 台湾最好的机会 然后呢 就说 这个真的是 很不 fashion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 对不起了 我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分别 一台新的车 跟一台 学年前的车 我看一台 看不出来 我就说 这台车是新的吗 他说 这台车是学年前的 这台车是很久 我这个保有这么好 然后 我的同事跟我说 这台是全新的 刚刚出来的 差不多 没有太改变太多 这二十年内 所以为什么我们开一个公司呢 我们常常跟大家说 我们是一个 一种不是一个母的这公司 我们目的要怎么 把城市变得更美 更健康 更干净 更安静 更舒服 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idea 就是SWAP Energy 到现在 大家也大概 大概开始了解 我们GoPro是一个 怎么样的公司了 SWAP很多 很多人在猜说 诶 换电子真的给充电好吗 我跟你说 怎么样充电 都没可能是六秒内做完的 没可能的事情 我到我离开这个地球 我觉得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 这个是没可能的事情 现在没有一个technology 即使这个technology 可以的话 陆地的上面的铜线 都不可以 你看 你看 怎么可以六秒内充饱一个电池 是没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交换电池呢 是给一个user experience 受益者永远的混淡性 很快就可以换电池了 所以从十年前 台湾政府一直在推电动车 十年内 当我们GoPro出来 2015年 只有两年内 我们把十年累积的这个 组织都超过了 This user improvement really made a difference 到现在 我们有五百多个站 如果你现在说 我们的六度 你们站在一个城市里面 前面 后面 左面 右面 少回一公里 一公里内 你会找到 一个go station 你知道我 我跟很多媒体朋友 我跟他在这里 早期很support我们 但是很多收费者 会一直跟我说 你没可能做到 你三十几个站 你只能到六十几个站 到六十几个站的时候 他说你差不多了 应该 我们一直一直 就up 到现在五百多个站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achievement 我们应该在台湾 非常之驕傲 不只是google 我们台湾 应该是非常之驕傲 我们call up 一个brand new system to change the world we are the first truly defining the future of energy 我们不只是个五日的公司 但是我们做的就是什么 把能源改变了 改变了它 改变了它 更get and count 更好 更方便 更聪明 到现在呢 我们交换电子 每一天交换 大概三万克电子左右 你知道呢 我们呢 已经交换过了 从第一天到现在 多了九百万字了 九百万字 就是nine million times we swap battery 这个系统我觉得很ready 这个系统呢 非常紧熟的开支 然后呢 如果你说 我们大扎的电池 扎起来 然后收回几千 起了多少公里 起了一亿七千万公里 如果你不知道 一亿七千万公里 还是多远呢 是大概四千三百字 还球 在这个台湾的岛上面 这个方向上 我们加起来 地集起来 我们的 real time testing 在外面 社会者一起 一起再用我们的系统的时候呢 用到四千三百字 planchow That means the system Is ready Not only ready for procural But in a minute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It being ready 但是在最終的日子,我們GoGo開這個公司是為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因 是關於impact 但是人家要留著impact的時候,很多消費者跟美女朋友有溫度 終點台灣的電動車真的比油車好嗎? 因為台灣的發電在七層是用燒煤的 有大概15-20%是用這個natural gas 只有一小一小部分是用這個sustainable energy 當然大家也知道,政府說2025年我們要達到20%是這個sustainable energy 但是之前,如果你看我們現在的燈源就很疲累 如果你說每一公升的油,代表大概8.8度的電 大概一公升的油 但是你說,如果你看環保局還是交通部,他們全部的 他們全部的呢,是每一個一台125cc的車 不要說舊的車,不要說10年前的車,還是20年前的車 全新的車 現在一公升的油可以擠38公里 我們的GoGoO呢,如果你說同一公升的油 用一個發電站來發電,燒這個油啊,發電 發電完之後,把這個transport到我們的Go Station 把GoGo Station把它沖到這個電池,然後起車 我們可以起到不是38公里 是起到快四倍的,一百二十一公里 非常之非常地 efficient 但是最後呢,是換了什麼? environmental impact 我們真的是有把這個CO2審查來嗎? 真的是比油車好嗎? 如果你說一公升的油,一個排氣管出來 每一公里大概93克的CO2 但是我們勾勾我們的這個車呢 只是排出五分之一的能源 這個saving呢,是大概83% 我們少過五分之一 每一天我們的機車的朋友排出來的CO2 我們從第一天到現在 我們已經省了快一萬四千噸的CO2 This is an amazing impact 我們每一天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們機器一直都做一個remand 機器 That was an amazing amazing day Because every day I contribute to this number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可以對這個環境有進步的這個動作 一個動作不是很好嗎? 我希望有一天 雜多一個零,兩個零,三個零在後面 把我們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健康 很多人呢,開始的時候呢 說Google 其實反正比油車貴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vision is coming true 如果你說台灣的收費者每一天 他會跟你說 如果真的很靠車子來上班下班 去介紹朋友 去買菜 去做平常生活會做的東西呢 每一個收費者大概平均20公里左右 在台灣 我們有一些收費者 Customer 跟Fone 一天騎一百多公里 我都不知道怎麼騎 但是他騎一百多公里差不多 但是呢每一天大概20公里的話呢 代表每一個月呢 大概600公里左右 如果你看油價喔 油價現在每一公升大概 28塊錢左右 加上去一些稅啊 彩交稅啊 保養費用啊 每一公里大概 一塊十毛四左右 現在騎每一公里 我們多過了呢 有一個600公里的方案 這600公里方案呢 也包括我們的保養 這代表一塊三毛三 一公里喔 那剛剛說嘛 有一些收費者其實很多很多的 油價呢 油價呢 又騎越貴 你越保養越多 然後每一公里越來越貴 我們的車子來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我騎每一個月幾一千公里的話 我們的這個GoGoGo呢 有一個一千公里的方案 每一公里 就需要一塊兩毛錢 VS一塊四毛錢 好像打一個八五子一樣 我們的車子越急越便宜 油價會越來越上去的 越來越高價錢 我們的GoGoGo的電池呢 越來越有競爭力 這個是我們的系統呢 有一個優點在這裡 大家也看到很多新聞在外面 或在台灣島上面 在外面 挪威啊 納德蘭啊 英國啊 法國啊 連印度都說 2030年 不可以有油車了 大家如果不知道呢 在印度呢 每一年呢 賣大概一千六百萬台兩盆車 十六十七倍台灣人 東南亞很多國家加起來 二十三倍台灣人 這個是不得了的模擬 而且這就是外面的市場 外面的市場 我們呢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台灣 每一次有一個新的技術的時候 譬如是 Desktop PC Main Frame 便了 Desktop PC Desktop PC便了 Laptop Laptop便了手機 每一次都有一個新的Player 非常幸運 台灣呢 很多這個網民場都是台灣人 手機也是 台灣 has an ability to innovate like no other place 我常常也跟我們一些媒體朋友說 如果你是Actor 你出去Hollywood 如果你是Innovator 你會去來台灣 我們的GoPro 每一個零件都是在台灣走路 這個是沒有一個另外一個國家 可以offer的 這個platform 這個Ecosystem 這個Global Trend is someth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當年台灣人政府也說 2035年 不可以再賣油車 This is great Not just for GoPro 但是是台灣人 我們全部台灣的朋友 可以生活環境更漂亮 更健康 更安全 台灣政府也說 因為GoPro出來 換電系統真的是 這個adoption rate增加了 這個方便 如果大家不知道呢 有沒有人知道 在台灣有幾個充電站 台灣呢 機器充電站有多過一千 一千台 某兩萬大千 一千多台充電站 在停車場 在加油站 在很多地方 但是沒人用 我們投資了很多很多年 都沒人用 當我們GoPro出來的時候 換電系統 才是收費最常要的 所以台灣政府也說 他們會搭投資在換電系統上面 對於2012年 今年呢 我們會重複我們的capacity 我們expect 今年呢 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年 的GoPro 一個很大很大的platform This is the year for EV This is the year for us to build more into infrastructure 可以把我們的 capability capacity 增一倍 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人在那 是GoPro的系统还是美人的系统 我们要共用一个系统吗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有一个很好的课 一个很简单的课题 台湾 cannot wait 我没有说GoPro cannot wait 我说台湾 cannot wait 因为我们不在一起 把一个TACON做得很好的Efficiency 不把大家积极在台湾里面的 如果Singer比较厉害的一个公司 我比较厉害的另外一个公司 我们两个加起来 可以达到一个目标的话 不是很好吗 We don't have that We don't have that consensus in Taiwan 所以今天我很想跟大家说 我很清楚 因为那很久了 说重点公用系统是哪一个的 什么是公用系统 我想今天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information 大家也看过我们的换电站了吗 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换电站 叫GoPro Spark Energy Network 然后呢 大家也听过我说 这个system呢 是open for everybody to use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open to us on this system on the energy network 我想能很清楚 今天我跟大家讲 It's free 没有多佣金 很多人说 会不会给GoPro绑架啊 会不会每个月 可能这场要付GoPro什么钱啊 来够用这个系统啊 我跟大家说 只有一台这场 用我们的GoPro GoPro battery 用我们的GoPro换电站 跟我们买一些困件 可以turn on control system 在切上 不会再收royalty free royalty fee is free FRE 如果大家也不知道 FRE代表什么的话 我跟个Tim说 你帮我传续中文 因为我们都打中文 是免费的 然后如果这个也不懂的话 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 是永远 No money will be charged for using our network as long as it is GoPro battery GoPro swapping station and GoPro control unit to turn on and turn off the vehicles Falues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呢 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达到一个很simple的word Efficiency 大家可以我帮她 她帮她 一起把一个链做起来的时候 整个industry都win 但是我们fracture 这个platform的时候 nobody wins she has to work twice as hard I have to work twice as hard 大家互相要做一倍的力量 才可以达到 the same actions 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做的话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 比达朋友 讲得很清楚 因为 开始说这个公用系统的时候 我没有出来说过任何comment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 跟大家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怎么看这个系统 现在如果你去外面看到GoPro的时候 你会第一秒看到什么 这个车子绿能的干净 可以 刚刚我说 很希望我的 Rmaz 这个是我们闹钟,我们不用设闹钟的一天,五点半就起床。 城市里面也要更安静,因为越来越多人会住在我们都市里面, 变成我们的商务环境非常之非常之吵。 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的换店站现在有多多,也是越来越方便。 对我来说,Style还是很重要。 大家遇到北京朋友认识我,也知道我的背景,也知道我很片的一个世界。 每一次我看到GoPro,我里是GoPro1,比较高级的一台车, 我GoPro2,Design for everyone的一台车,每一个看校都是非常之careful。 有一人呢,可能我朋友来了,会看到一台GoPro的时候, GoPro的时候呢,哇这东西真的很modern。 这旦跟20年前10年前5年前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只有这个星音已经告诉你,这个东西直是不一样。 去过去,不是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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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 这样过去的这一台车。 然后很多人也会说,这个真的是很futuristic。 我很多位同学在国外飞过来的时候,开通路的时候说, the first word that comes out their mouth,futuristic。 未来感很强很强。 连我们的服务中心都是 不只是一台车 但是我们的experience是end-to-end 给客户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一个站 一个店 像你刚才说是吧的店 我们的这个 这个服务的experience 完全也不一样 跟现在的机车 机车好像也不一样 今年呢我们会 double我们的capacity double我们的end touch point 服务中心也好 卖点也好 我们会double 等我们的收费者更方便 更容易找到一个go group的店 还是我们的partner的店 我们会跟很多 很多这个partnership 最近可能大家会看到 每几天的一个礼拜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店开门 一起在跟partnership turn on我们的这个 retail跟service center 给我们收费者更方便 来拥有一台go group 我们在go group 我就一直在说 we really didn't just create and screw the brand although people 我们的customer 很认同我们go group 是一个很好的一台机车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机车公司 我们也不是一个换电子公司 讲得很清楚 我们不是换电子公司 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go group is a lifestyle company 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跟一台两轮车 没错 我们有两个轮胎 除了这个以外 完全不一样的 连我们的把手啊 我们的速度表啊 我们在这边打开一台车啊 完全不一样的 跟传统车 所以呢 今天呢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一个新的product出来 我们一直往一起challenge 我们听说 go group 如果要做一台车 代表这个lifestyle 代表这个未来感 代表这个premium的experience 代表一个很luxurious的 way of getting around town 这个车会怎么办呢 so I wanted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deluxe edition of the go group to go grou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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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